好,歡迎大家,各位朋友 今天1月15日,就是我們長春社環保快急又回來了 上次好像兩個多月之前 就是講舊衣回收那件事,兩個月之前 今天我們第六集的主題 就是盡量追貼時事 手帶的期環漂流記,甚麼手帶呢? 我們知道其實過去香港一年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大家其實到今天都在說可能會說 大家要戴著口罩到處去,有很多衛生措施 有些限聚措施,吃飯可能有些限制 手帶其實就跟這件事有關 手帶有甚麼手帶呢? 我們知道其實過去這幾個月很多朋友 可能因為確診 或者是因為疑似確診其實都需要做隔離的工作 其實做一個其中一個名牌的工具就是指手帶 我現在手上也是有一條的手帶來的 我們去找官方資料 事實上又沒有甚麼看見 不會有個表出來告訴你 有甚麼名牌的手帶,好像有甚麼飲品 我們也是去問問朋友 在網上網搜集資料 發覺原來這個居家抗疫 或者隔離的手帶其實都算得上五花八門的很多種 我們可以看看我手上這個 其實是有朋友借給我們的 我們做了消毒的 寫著它,居安抗疫 stay home safe 很明顯大家知道是從哪來的 這條手帶其實整個質地的texture 都是一些塑膠來的 它中間應該是包著一些可以 是否可以刮到的 那些手帶其實有記型的information 就好像一個pack 你看看相片那條 其實就跟我手上這條一模一樣 完全是一個膠質地 我相信其實隔離的時候 那十幾天 你說要洗澡、洗手、洗東西 其實它的質地都是很durable的 即是很耐用 這個質地其實都很明顯塑膠 但它又沒有寫到它是挺好的塑膠 那我們可以再看看其他手帶的款式 有些朋友其實幫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手帶款式 就知道看看如何五花八門法 好像顏色也有不同 形狀也有不同 包括了其實你會看到 跟著圖中其實除了一些 好像有一點點紫質 其實我猜看相片和這個是差不多的 那旁邊還有一些好像漂亮的手錶 那麼紅紅黑黑 其實很明顯都是塑膠的製品 那這些手帶 再下去其實我們就知道 再看完 跟著下去其實還有另一隻 顏色也是藍色的 那這裡其實似乎就是有很多不同種類 和不同階段 就是我這樣叫它做不同級別的手帶 那可能不同的時期其實用了不同的東西 或者其實背後它應該可能 知道會不會有些特別特殊的身份 就是深刻的象徵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但是其實種種的手帶 我可以看完最後那條 其實都會是最主要是塑膠質地 那以我們所指 我們都拿不到資料 其實它究竟屬於多少好過塑膠 那變成其實我們知道 用塑膠是理解的 因為那個隔離的朋友 他真的要洗澡洗手這些 其實如果質地不夠耐 不抵受到水 其實就應該會變成熔溫爛爛的 那好了 正正就是因為它不熔溫爛爛 它又不溶於水 又不溶於口 又不溶於手 所以其實就發生了一個手帶漂流事件 如果大家有留意 早一兩個星期的新聞 其實在媒體上面都廣泛 有人提及到很多關注這件事 就有個手帶漂到另一個地方 今天很開心 我們請了一個這件事的 在香港的關鍵人物 來自海印Ocean Stands的Emma 你和我們講一下其實這件事發生的經過 和你的朋友有關 是啊 那Emma 事實上要解釋的 有些事情要利生的 我認識她其實也有兩個字 位數字的光景的年份 以前其實工作的時候 在某個地方走上走落 人家都看到 通常以前只有打招呼 說個嗨背個拜 是的 我知道你剪剪轉轉 其實到現在做了海印這個工作 好像你一直都從事一些環境有關的事情 我們又想知道海印其實是在做些甚麼 不如趁這個機會講一下 給長春史的朋友聽 其實都很有趣的 在我們用手指數不出的那些年頭裏面 其實都是和一些海洋有關的事情 同時間其實之後我就去了讀書 那個過程都純粹是因為我想知道環境的事情 我就去了讀書 我讀完書回來之後 又想把海帶回到陸地 給不同的人去認識 你知道香港人又好像很少出海 或者出海的時候 其實我只是玩而已 都沒甚麼做 不是很認識海裡其實有些甚麼在 所以對我來說 我都會想把海裡面所擁有的東西 都帶回到陸地去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可以看到 Ema很熱愛大自然的工作 特別是海洋 現在做這件事都是正面地影響多些身邊的人 關注過海洋 做一些海洋環境的教育 正確是海洋最近或者你最驚訝 你有些甚麼其實很受歡迎做過 或者你自己覺得很印象的 有印象的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我是在台灣讀書 所以我一回來的時候 是偽台灣妹來的 大家都會覺得 你經常都說很多台灣的文化 不是很香港人的感覺 甚至乎我在台灣做一些道賞的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你說些國語這麼流利 連香港人都會覺得 是台灣妹妹來的 不是我是香港人來的 不是很偽的 回到香港 其實你都要融入在香港的文化裡 我又想把一些香港的海帶上陸地 給大家知道 我之前有做過一些跟香港的海有關的事情 例如一些海岸線的展覽 例如說一下香港填了多少海 只是九龍半島的這個位置 由原本的海岸線填了多少出來 變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樣子之類的展覽 這個就是相對地比較貼香港的東西 你形容到貼 剛才我們放了一張照片出來 好像是其中一個作品來的 有觀眾呢?其實 正在看的朋友可以保持 其實如果有問題 或者想發表一起分享 其實可以繼續留言 和留言給我們的 我逐個逐個看一下 剛才他問到其實 我們的圖片有藍色的是你的作品 是我的作品 我是用一些雕刻的橡膠板去雕刻的一個作品 我看到有個留言寫著 是否子母瓊 其實都算是 我們叫做母子對 這個是座頭瓊來的 通常媽媽就會帶著兒子 因為瓊其實是暴雨動物 跟著爸爸一定沒有奶吃 所以就一定要跟媽媽才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會叫他做母子對 這個是一個台灣朋友 在東加那邊拍的一個作品 他就請我幫他做一個雕刻膠板 然後他之後會拿去印做一件衣服 即是穿上T-shirt那種印 可以自己給一些想要的朋友自己來 是的 所以這個也挺有趣的 有點像私隱 但他直接用印印下去 即是用一些特別的墨水 是的 沒錯 他的手工很精細 我形容他的餘生其實也有些氣 我覺得這樣說 但我想到其他字眼 即是很有趣的這個教育工具 你海印的意思是什麼 有朋友可能想知道 是Ocean Stamps嗎 其實Ocean Stamps 是一個很直接的意思 就是海洋印章 但其實因為我的品牌在台灣創立 那時候其實很想告訴別人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就會想會不會我用廣東話的方式 去告訴別人我是香港人 海印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是海人 就是一些為海而瘋狂的人 偉海而瘋狂的人 即是在這裏 好事 我認識環境 剛才你說要貼地 我看到你 是的 是否覺得有些事情令你覺得 其實做環境不貼地 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感動 其實很離地 為甚麼呢 所以我們覺得做環保的人 大家都會覺得 譬如現在疫情的情況下 又沒有糖吃 你叫每一個人都要帶一個餐盒出去 買飯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對於一些普通人來說 是一件很離地的事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平時揹著電腦都已經很重 你還要我揹著玻璃盒出去 這件事是會很離地的感覺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科學家 你經常都會說很多學名 其實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那件事是很離地的 我會覺得 但是我會去想 這些印仔貼地一點吧 即馬上可以錯 衣服當然是貼地 切身 前面也可以 後面也可以 那我就會覺得 還有印仔這家東西 其實是大人小朋友都喜歡玩的 透過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我都會發現很多不同的人 是會喜歡這件事 提到那個貼地 我也想補充一點 因為我們長春社都做教育的活動 就是環境教育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個人的 我覺得這個元素是很重要 我很同意 有些比較傳統的方法 好像你說 我其實 全熟了他的學名 沒用的 其實未必對普羅大眾來說有意義 當中可能有些愛好者是喜歡的 等於有些人可能喜歡汽車 他每一個部件都可以很仔細地 知道說得出是甚麼 但是大部分的人未必是汽車 所以我覺得貼地都是 我想我和你找到一些共通點 就是很想我們的計劃 都有一些容易理解 簡單來說 有些容易理解 對大家的口味更容易 我覺得那時候便會貼地 是的 其實這個也是我那時候在台灣 和一些朋友 他帶自然教育的時候 我跟著他去聽到的一些評論 譬如他說 那些小朋友很容易 就會可以拿到大人的注意力 是因為他全部都說了學名 但是再問他 那些雜性呢? 那些生活習慣呢? 就說不了 說不了任何的特徵 我只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你不知道他的雜性 但是你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然後另一個小朋友 他就會覺得 他有甚麼生活習慣 他有甚麼行為會出現 他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 就是兩個極端 是的 我們中間最有個平衡 我認識了全校的同學生的名字 但我分不出一個男性還是女性 跟一般都不能夠佈置到他在哪裏 但是我認識了他們一起踢球 好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出去打球 認識了小朋友 但又說不出名 面盲症 我不出來記名 但我記得你 面盲症這件事近年在自己身上發生 有些朋友都繼續有留言走進來 我不如讀一下 生物的學名好像摩斯密碼 難過摩斯密碼 其實以前考試的時候 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是拉丁的名字 還有就是 讚你的應該是 惠可兒瘋狂 我覺得惠可兒是甚麼 很瘋狂 我覺得是 也有些朋友問 剛才手帶的問題 我未曾回應 我問是否圖中上片裏 所有最右那條都是手帶 不同的途徑和不同階段 找到的手帶 即是不同時期的抗疫 即是隔離需要用的 所以都聽聞過 八個手帶的總數都多 不過我想聽聽聽 講了那麼久其他事情 我們要進去正題 就講那個 漂流手帶的故事 沒有 親身來分享一下 發生了甚麼事 你們做了甚麼 大家看到我的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是我朋友 我以前台灣居住的地方 就在花蓮 花蓮其實是綿向太平洋的地方 位於台灣的東部 目前這張照片的地點 其實是七星壇 每一個月幾次 我們的朋友都會去靜灘 在靜灘的過程 即是撿垃圾 是的 撿垃圾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拍照 紀錄一些有趣的垃圾 我的朋友拍照 拍照後 他的文章其實是很簡單的 大海會告訴你 時下在流行甚麼 這件事其實很有趣 我一看到的時候 很標準 因為你居家抗疫的時候 其實你查完整個Google 就只有香港是用這句slogan 所以我就說 是香港的 然後我說 你是在七星壇發現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是呀 我在七星壇發現的 然後我問 可不可以借這張照片來用 我把這張照片送給我們香港自己的一個群組 就是我們都是台灣回來 然後都是做很多跟海洋教育有關的朋友 一起去研究 其中一個大別妹幫忙去 她是香港的朋友 她也是香港的朋友 我也有看到那個項目 是的 但是呢 讓我先說 那個危台妹的感覺 我就在那裏中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她寫的東西 其實都是文咒咒的 她也可能有提醒的 你們厲害 是的 我們這些藝台妹寫的文字很厲害 她就幫忙去找了一些台灣的海費專家 即是海洋垃圾專家 是的 我們不好意思 有些時候好像說 他們用字眼 剛才有人說廣東字 不記得怎麼說 可能會說得多國語 我又試一下 跟海費用 我想一下是不是這個費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海洋廢物的意思 我們簡稱海費 找海洋廢物的專家去研究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有甚麼特別的 那張照片呢 其實就會發現了 上面有一些的騰湖 好 等等 騰湖我想現在正在看的朋友 你也要看看 因為這個背景 其實是整個墓塞的 花彌彌 找一下騰湖在哪裏 試一下在你正在看的朋友 裝一下 是一個很仔細的位置出現的 是的 我多給三秒鐘時間 剛才可能都穿穿地崩 1 好了 請你揭曉 其實就在前面 已經穿了崩 在錶帶左手邊的位置 會有一些騰湖 其實它是鵝頸冥河 正正在漂流的過程中 一些海洋生物會依附在一些漂流物上面 這些漂流物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會依附越來越多 其實除了在一些漂流物會有之外 船底也會有 因為船底其實是長時間在海裡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這些 附記住物件的生物在上面 海費專家就透過這些騰湖去告訴大家 這隻飆帶大概漂流了兩至三個星期 它有沒有告訴你 怎麼知道已經有兩至三個星期 是否要有這麼長的時間 騰湖才有機會貼上去 其實它是憑它的數量 跟著憑它的大小 它知道它大概漂流了多久 因為譬如你一兩天的時候 它沒有可能會依附上去 但是譬如你過了一至兩個星期的時候 它的數量會逐漸增加 大家現在再看到照片的時候 就是它依附得越來越多 譬如可能你在 我們試過在一些海裡漂流完 撈上來的一個啤酒罐 還未開的 整罐啤酒 即是未開的啤酒 是有啤酒在裏面的啤酒 是有啤酒在裏面的啤酒罐 上面是依附了頭頂一個騰湖 下面一堆騰湖 這樣依附著 而啤酒是沒有漏出來的 OK 很有趣 即是你搖是有聲 我又想說 即是我的意思是 那個罐多麼堅實 如果你可以 兩三個星期就一兩隻 三幾隻 如果你的啤酒罐上面 黏著一大量的 其實它漂流了很久 但浸了那麼久 即是這樣也不爛 那樣東西還未腐化 即是你可以看到 那件海洋垃圾其實跌了到海 其實就根本就是 其實可以環遊全世界 可能它都未消失 是啊 應該說是 其實大家看到這條錶帶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它怎樣飄流去花蓮這個地方 我們自己的圍內 無論我問台灣那邊的朋友 他亦都有去講到 這個錶帶其實怎樣有機會去 漂流到台灣這個地方 首先我們其實當時很質疑 一件事就是 因為台灣對出 在太平洋那邊 是有一條洋流的 那條洋流很快 是水流急的 是水流急的 它是會由南向北流的 就會流向日本那邊 即是在我們地圖的右邊 是的 即是在東邊 是的 由南向北流 就會流上去日本這個地方 那條叫黑潮 它很快 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 有些飛魚 有些摩拉摩拉 它都會跟著這條洋流 停留在某一些地方 我們就覺得 它沒有可能突破到黑潮的支流 因為黑潮的支流 主流 很複雜 說到 主流就是由南向北流流向日本 但它的支流 其實會大概在台灣對落的一些地方 都分流出來 反而向西流 即是流過來香港這一邊 所以香港如果有東西出來的時候 即是有東西在海裡漂流出去的話 其實是會被這條支流推回左手邊 是的 所以我們當時想了很久 到底如何突破這條支流 去了一條主流上了花蓮 原來在12月的時候 風向是會向右手邊吹的 即是東邊吹 是的 所以一吹它就帶著它 吹吹吹 是的 吹吹了去 吹吹 是的 台灣的南部 一落到南部 其實它便可以上到一條黑潮 然後便會去到花蓮 即是它轉車似的 好像那些車似的 帶了下去便衝上去 然後便跟上花蓮 是的 沒錯 即是一個很散滋肥 很科學的方法 其實推算到垃圾 為何會走過去 講到這裏 其實回應一下不同的問題 有人問 第一是否馬頭很多 那些 即是 藤湖呢 我拋少少書包 因為知道這件事 我都要做些功課 廢機構就不是海洋上面的東西 好知 但是看看 其實那個冥河 其實就是 under冥河 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類型的 差不多的生物 那些叫截肢動物 那什麼叫截肢動物 其實是他們有分身體上一截截 譬如你常見的蟹 蝦這些都是 但是他們 再仔細去做 那個叫做 classification 其實就是 大家屬於不同的界別 那 藤湖呢 其實這樣說 藤湖不是河裏面的一種 我今集去看的資訊 是知道的 所以有朋友問 是否說 碼頭的柱會見到那些 其實有些都是碼頭會見到的 但是碼頭那邊大部分 應該是河 即是有一種是 又是甲殼類的生物物體 OK 我看到有朋友問 大便妹又出現 問到摩拉摩拉是甚麼 其實是番車魚或太陽魚 你看到兩隻手 插一下插一下 但是在上和下的旗 那裏就是番車魚 對不起這個是學名 還是 番車魚是普通名 摩拉摩拉 摩拉摩拉 摩拉是他普通的英文 因為摩拉摩拉擺上網 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是嗎 是嗎 摩拉摩拉 是真意思 摩拉摩拉 對不起我先解釋 摩拉摩拉是真名 或者叫Sunfish OK 太陽魚這個意思 對 因為他很喜歡曬太陽 他身上有很多寄生蟲 他曬一曬太陽 就會令死皮 寄生蟲全部都不見 我知不知道這隻冥河 或者這個蛾頸冥河 鄧湖在香港有沒有機會見到 其實都有 應該說騰湖其實相對地比較 大部分都是沒有分區域性 不會說特別在香港這個地方才會見到 或者是怎樣 問多一句 這些其實會不會說 如果真是我們在海邊見到 或者在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靜灘 有垃圾 可能會撿到那些垃圾 好像是啤酒罐一樣 但我們其實 逃手摸 會不會有機會都要小心 即是戒倒 其實他是硬殼的 所以其實都需要小心 有機會他在海外上岸的時候 跟石頭撞在一起的時候 有機會會破損了 那就令到活界雙手 所以撿垃圾記得戴勞工手套 OK 重用勞工手套 重用勞工手套 說到撿垃圾 又買廣告先 除了台灣有靜灘 我們其實常春社都有做靜灘 不過我們通常做一些濕地清潔 因為我也想介紹一下 做濕地清潔其實 其實我們遲些 如果疫情的情況下 沒有那麼緊張 我們都會重辦這類型的活動 都說不定會搞公眾參與的機會 我們會去一些生態價值比較高的地方 去做撿垃圾這個舉動 就不是一般的攤 事前都做很多申請下的 因為在特殊地區 這裡賣一下關子 不說在哪裏 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為何會撿垃圾呢 我們看看這張照片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常去做清潔活動的紅樹林 紅樹林 大概你可以說 一些鹹淡水交界的地方 你看到這棵樹裡面 其實是可以再下去的 跟著這張照片 那些樹生在這個泥地 這個泥地水漲的時候會浸透 那些泥其實是特別遠 特別濕的 我們要水退的時候 才能做到這件事 但問題就來了 就是原來水漲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那些水就會將它附近的 能夠飄浮的垃圾 就衝進來這個泥灘裡面 這個紅樹林泥灘裡面 其實都到水退的時候 就是有些閉加火的情況 就是它好像一個沙機一樣 現在你看再下去這張照片 看到我同事的背影 但我focus不是背影 就是前面的垃圾份量 你看到下面 很明顯有很多膠水瓶 左邊有個好像紅白藍膠袋 那樣的殘骸 還是層里的殘骸 這些位置會有燒烤叉 床 有床褥的碎片 彈弓 車輪、雪櫃、雪櫃 我們全部都見過了 就是能夠想到家居出現的垃圾 都出現在 而最糟糕就是水退的時候 就是那些樹 和地形會造成 剛才我說的 好像一個沙機的作用 就隔著這些東西 扭回來 有個很有趣的 我們一年可能都有幾次活動 去做清潔 有個同事問我 有一次她說 Telence 你要拍張照 執前和執後 說不要了 為甚麼 執不完 你帶50人去 其實執兩小時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很少部分 所以我說 海洋 可以告訴你 最近流行 試下流行些甚麼 又回台時 就不是現在 試下流行些甚麼 有些專家會說 海洋的垃圾 就是我們的社會消耗些甚麼 餵了它吃 其實它會套出來 我今早就在隔離 另外一個NGO的機構 看到一張照片 挺有趣的 就是一隻企鵝 在企鵝裏解剖出來 就撿到一件甚麼 就是 你猜 有些範圍 企鵝一世的 都是現在流行的東西 現在流行的東西 是電子東西嗎 不是 現在流行 香港賣到的嗎 香港找到的 找到的 找到的 很難猜嗎 是 你們猜到的 有沒有人想試 有沒有人猜到 就是你現在都在戴的口罩 喔 在它的肚腩裏找到的口罩 就是吞了下去 吞了下去 然後死了 也找到一些蟹被口罩 然後死了 大件事 大件事 是的 所以現在不斷告訴你 我們在流行的甚麼 你剛才說到在紅樹林做政灘 其實我在之前出一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也去了 例如沙羅灣 或者汕頭那些地方的紅樹林 我們都看到不堪入木了 就是你看到的是清潔隊 左手 壓倒出來後 會紅一聲 我們第二天再去 去紅一聲 都會去到 其實只要一次的朝值於變化 其實只是在一次的旅an變化 你看到那些人撿完之後 然後再拍攝 然後漲完潮之後 都是那些人都回來了 那件事其實都應該挺 吸引到很多人 試試搞一下我們這個 好 我知道除了你戴照片和關於手帶 我們都知道你有朋友最近因為 是否確診了嗎? 確診 不是不是 她不是確診 她只不過是剛剛從奧地利回來香港 所以她都要回來做隔離 我就求她找辦法找到朋友想和我們聊一會 不如現在給你一點時間電話聯絡她 我順帶不如這樣說 剛才我們撿垃圾 我先說 那些奇形怪狀的垃圾很多 我覺得你不能夠想像得到那些大型的車胎 都是很難 有些時候我們譬如那些清潔隊 是由外面的公司的義工隊組成的 有很多都強壯的男士 其實都是多的 但他們要去拿拆那些車胎 浮的車胎卡在樹林拆出來 有時候如果日子長 可能那些樹枝已經生到翹上去 那你拆它又難免傷害到波樹 一方面 第二其實那件東西是很大的 我們將每一次清潔完的二十多代 或者以上的垃圾其實要帶走 是的 好 我打給她 好 麻煩你 有朋友都會說 垃圾會跌入海 我也要看一看 電話聯絡到這位朋友時 我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那個要隔離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 喂 喂 你好 Hello Hello 我們長春社環保快app 找Emma聯絡了你 怎樣稱呼 Hello 可以叫我Lily Lily 好 我想看看現在 我知道你現在正在進行家居隔離 因為旅行完 即是從另一處回來 是的 剛剛我們回到香港 香港政府公佈了 將14天的隔離期 轉為21天 21天的隔離 那你現在正在進行隔離 現在正在酒店 在酒店 我想問一下 他那個不如這樣 可不可以很概括了解一下 他安排你隔離的整個 那個流程大概是怎樣 可以告訴我們他知道 其實他給你些甚麼 你要做些甚麼 要不要有些東西要驗 然後下一步又怎樣 以你所知 你講來聽一下 好 好 我在外國回來 入境香港之前 我需要出示酒店的 那張紙 我才可以登機 即是機組人員會檢查的 而且他們都很嚴重的 如果我們沒有健康報告 還有那個酒店確認 他不讓我們登機 那我回來的時候 那班機只有9個人 所以我同一班機的 有三個人 三個人都是住在我現在住的這間酒店 那我們就在機場 一下機 我們就要做那個COVID-19的車 那就要在機場等 大概三個小時 去等個結果 那就確實我們是 整班機所有人都是negative 他機場就會安排有專車送我們去酒店 我想問一下 在飛機上面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有時看到的照片 是戴透明罩 會穿著保護衣 我自己想知道的 沒有 機組人員其實純粹是他們自己制服再加口罩 但是廣播 以及機場 他都會在宣佈 有提所有乘客要全程都要戴口罩 除了是吃東西或者喝水的時候可以短暫 都建議我們要盡快戴口罩 嗯嗯 即是都不停有提醒這些 是的 都會繼續說的 喂 有朋友 一住在我們和你聊天的時候 他都問 其實那個酒店裡面 那個隔壁裡面是 他又想問一下手帶有沒有什麼條碼在上面 有沒有綠 又問一下 其實 酒店那個情況 即是你那個 不能夠離開門口的 是嗎 是的 我可以解釋一下手帶 好啊 手帶就是我們下機的時候 他就機場一直有不同的指示 就指引我們去拿什麼文件 拿什麼碼交文件 拿文件 然後確認身份 確認聯絡我們的電話 之後就 會幫我們戴這個手帶 那麼就 戴那個手帶的時候 他就會 他會要求所有有智能電話的人 就要當場看著你下載那個 那個叫 Stay Home Safe的APP 是 是的 居安抗疫的APP 那同時間就幫我們connect 那個APP和那個手帶 嗯 是的 那他也有些指示 指引就說我們戴了一個手帶 就在整個檢疫期間 都要戴著手帶 不可以脫 還有 也都會說不可以離開那個酒店房門 就是出走廊都不行的 那在我自己的房間 的房門口 就是房裡面 他就貼了那張告示 就是說 不可以離開那個房門口 那如果一有被發現的 就會 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之下 就會報警抓你了 OK 是啊 會構成 是會構成零時罪行 那那個罪公署款是25,000元 和監禁六個月 OK OK 那 有朋友就問了 你在酒店的時候 那些膳食是怎樣的 那 可不可以外出就是 剛才你已經回答了不行了 那那些膳食安排是怎樣的呢 豐不豐富的呢 絕對不豐富 好像很慘 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 酒店會 不多不少就利用了這個是檢疫酒店的 這件事來做藉口呢 那就明明收了我們那個膳食錢 但是就提供一些 我會覺得是很差的 你是不是吃的 OK 我等你出來我們吃飯就好 好 謝謝 我先聽一下 他不是說差到極之難吃 但是就是 我每一天都是在吃黃牙白 和蘿蔔 每一天的菜的組合都是這個組合 早餐就一定有一隻雜蛋 有時候會吃意粉 有時候會吃白飯 那 善食那方面 我不知道關不關這個疫情事 但是我估計 我估計是 因為我曾經也有看過一些資料 又說建議那些人要吃得健康一些 所以我們這些善食 都是很少油少鹽的 所以我就 一開始我就想著 會不會我是有那些病症呢 因為其中一個沒有那個 味覺沒有那麼敏感 都是其中一個病症 所以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沒有味道還是自己的味覺沒有 是的 我開初有點擔心的 但是剛好 幸好我有些零食更新 那我就 立刻試一下 我飽的時候就吃零食 那我吃回自己的零食是很有味覺的 那我就知道是 沒事 那些飯盒比較淡味 OK 你手店有沒有生啊糖的那些可以試到那一刻 是的 不過他和他手店都有一些指示給我們 就說早午晚上三餐大概幾點會送餐 嗯 那也都有說明說他不會提供空服務的 嗯 行李也都要自己搬上房的那樣 就是說明他不會幫你的了 嗯 那就送餐時間呢 有時候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外判了給外面餐廳 那有時候就會很早就到了 送餐 有時候就很晚才有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都還好 嗯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就是隱身 有些朋友留了一個問題想問 但是我就 那我讀給你聽先 他說呢 會不會那些雞翼沒有骨 雞翼 哦 早上我沒吃過雞翼 有沒有雞翼先首先 沒有雞翼是不是 是啊 有沒有 沒有雞翼 即是醫院飯 暫時我沒吃到雞翼 嗯 OK OK 還有他每一天那個都是膠飯盒這樣 這樣就每天都會給 即每一餐他就會用膠袋 然後有餐具 這樣他就會勾在門口 他裝了個勾 這樣就勾在門口 那就工作人員就會拍門 或者禁鐘告訴你room service 來吧 放在外面 就他們自己開門 OK OK 我們下回另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完了之後 你的手帶其實是需要怎樣去處理的 是的 他有沒有官方指示說怎樣 21天之後的手帶 有指示 有指示 在機場工作人員就有派了一些稅資給我們 上面他都有寫明 就是說整個隔離的期間不可以除 還有要開著Gluetooth和Wi-Fi 讓他可以調查到你的位置 另外就是隔離檢疫期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自己剪了手帶 扔掉他就可以了 這樣 即是沒有特別的方法去回收 或者是特別的方法去處理他的 是不是 官方指引就沒有特別這樣寫 我猜都沒有告訴你 他有多少號膠的 是吧 即是我這個想法會不會太過FF了 在檢疫的時候 總之他寫明是檢疫完了 你就可以自己 自己剪掉它扔掉它 似乎他都是 他沒有去提及到那個膠 其實是 例如PP多少 或者是多少號膠 他都沒有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回收這塊膠的了 完全沒有這個指示 OK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還有朋友其實關於吃的問題 很想問 問餐裡面有沒有水果提供 譬如橙給你補充維他命絲 讓你保持健 是沒有的 很慘 是的 我有沒有方法可以 我都可以提供一些照片給你們看的 其實 有人說幫我們回答的 我讀你聽聽大家聽聽 可能Lily也聽到 坐牢才會有產品吃的 我猜你會 是的 現在我寧願 我覺得坐牢飯好像更好一點 說得很難 其實我一開桌 我就打算 畢竟都是叫在酒店檢疫 畢竟這間是酒店 那我就 估計他的前職 就是差極有限 那所以我自己就 assume了酒店是會有茶有咖啡 誰知道是真的沒有的 是沒有飲品的 是 平時如果出去旅行的酒店 一定有咖啡在這裡嗎 是的 就是他會放一些即涌咖啡 或者擦包給你 但是這個酒店房 就完全沒有 但是酒店他就有提供 就是我進到房間的時候 就看到又提供蒸餾水 每天一些蒸餾水 那他就會排了 因為1.21日 他就排了21支蒸餾水 然後就給了兩塊 Extran的紙巾給我們 我想問 酒店有沒有說 其實因為這樣說 我雖然知道未必個個都會用 有很多江湖傳說 那酒店通常會有一個煲水的水煲 這間酒店有沒有說 有水煲 因為我知道江湖上 就說這個酒店 這些水煲通常很多用途 那些人 那但是你這個會用 我也有想過 但是 因為酒店提供的水就有限 那我又不想再叫朋友幫我買 瓶裝水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本身我check in那一天 我就脫口罩之前 或者我unpack的行李之前 我就 拿了我的消毒用具出來 其實整間房間我 我會碰到的東西 我都先消毒了 就是由洗手盆 廁所 企缸 睡覺的地方 側面會放電話的地方 我全部都用消毒藥水擦過 那我先脫口罩 那我先脫口罩 然後整身洗澡 那我才安頓 那現在呢 其實也很 很多問題 很想問你的 不如我問了一個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你其實都要留21日 那 你有什麼做 我有什麼做 首先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21日我只吃 沒得行路 沒得選擇自己的飲食 可以怎樣再健康一點 那我就很擔心21日就會增磅 那所以我就做運動 那我自己知道要留在酒店21日 那所以我外地回來的時候 我就帶了一張瑜伽纖 嗯 那鋪在一個很有限的空間 就是真的剛剛好 可以放在一張瑜伽纖的地方做運動 我每天早上起床做運動 那 還有就盡量跟班去酒店送餐那些時間吃飯 那因為我順便自己都要調節一下 嗯 那你呢 那幫自己安排了一個都叫 較為有規律的 減肥 不是減肥營的 但是盡量不要增磅 那是儒家大師 盡修營 那些21日出來應該去了另一個境界 是啊 我其實我很擔心 我出來之後 我不會走路 哈哈 我怕會走一條街都會喘氣 哈哈 我想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問題都可能很難一時三刻可以說完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那些食物送給你的時候 其實那些盒子 碗那些東西 其實是不是都是減肥營品來的 首先就是有個膠袋 背心膠袋 膠袋裡面就會裝了一個盆盒 盆盒就是有分 一個盆盒可以有分裝彈 然後兩個小格裝送 那他每一天每一餐都會提供餐具 即塑膠餐具給我們的 全部是即棄的那些 是嗎 是的 全部 案外的那些 是的 沒錯沒錯 那我自己 雖然我不知道留來做什麼 但是我就 不想每一餐都扔餐具 所以我開始了第一餐之後 我就保持著那個 膠叉和膠匙巾 之後我就每天都留 每天都留起了那些餐具 新的還沒刷的我就不用 我就一直截斷 雖然不知道有什麼用 你繼續 是的 就現在我剛才數過 有19對19份餐具 已經 哦 咦 那即是 啊不是啊 你一天三餐吧 正常是嗎 哦 那都 嗯 還想著 還想著 ok了 夠日二十五天 算錯數了 算錯數了 二十三數了 不好意思啊 數學口很差 是 好啦 那麻煩你先啦 Lily 喂 不用客氣 那 多謝 今天你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我要你很多謝的 就是你幫我推到收視 其實就很不錯 我們沒試過在interaction 有這麼多問題 今天你幫我們開創了先堂 那麼多女朋友 其實可以繼續 繼續留留言 繼續交流 我覺得 好好 這樣聊 好好聊 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有很多有趣的想法 謝謝 如果有些甚麼我可以分享到大家都想知道 我看有甚麼方法可以告訴大家 是的 我們完結了稍後再找個機會跟你聊聊再解答一下當中 我們現在就解決到的問題 好啊好啊 好啊 身體健康 快唱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這個精彩部分很長 因為這些實質的事情 其實一談下去其實就 聽不到口 超多問題 既然是這樣 不只有一位朋友聊 是的 我知道 除了我們找了一位 現在要在旅行後需要隔離的朋友 其實我們有一位同事 其實他住的地方 其實這一兩天開始緊張了一點 因為附近好像涉及二十多棟大廈 數千名的街坊 就是他有確診的案件 所以其實他的區域有些措施會發生 我現在就馬上快一點 打電話他和大家聊一下他的情況是怎樣的 喂 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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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Terence 你好 你現在情況好嗎 我其實現在OK啊 他有份消息都要說突然 其實是算突然的 不過之前都聞到一些味道了 聞到什麼味道啊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區域很多都爆得很厲害的嘛 所以我覺得 都應該不會進一步的 不過其實對我來說真的有一點特別的 不過我就不算真的住在那裡的 你意思是你的大廈就沒有確診的案件 但是附近的家屋、屋苑就有情況比較緊張 是因為現在政府在劃分那個區域 其實就是金屬街、廣東道、尼敦道和左敦道 夸著那個四方夸 這個基本上其實是我平時有時候會去的活動發揮來的 所以見到都打電話說那我怎樣啊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中心看到的那個新聞的 但是其中有沒有其他詳細的資訊 然後我那時候都說我在哪裏找到更加詳細的東西 然後我說找不到啊 那我繼續開工 然後等到四點才是下日會詳細的情況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畫面 我們沒有拍到你的放心 畫面裡面有講到左敦的地帶 大概那裏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不是 他們都需要你們一定要做一些強制的檢測 去看看自己安不安全 我不用的 因為我在這個圖的外面 就是跟他相距一個街口 這樣不需要的 但是其實剛剛就有一些比較灰狹的事發生了 就是聽到有個街坊的話 反正只有一條街不畫我們 那我就可以省二百多元做檢測 這樣說 OK 他可能需要檢測 他覺得自己需要檢測 但是你把我放進去就好一點 讓我可以省少少 對呀 但是其實社區氣氛好 你會不會感覺到你最第一線 氣氛如何 其實因為我本身就比較少 因為我們現在長春色都是rack from home 我都比較少出去的 除了真的出來買日用品 我又說不出氣氛 不過我講我家裡的氣氛 其實我們都比較緊張的家庭 不過都是我媽媽今天都這樣說 氣氛就算了 平常心 都這些事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隨手隨身帶著一些消毒力 一直口罩你 所以我盡量不要去出界內街 即是現在的情況在這個地帶都是講求大家要自己自律 是啊 當然有時候可能會有一點點怨氣 因為有時候見到一些街坊外不為好合作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回來 有些人真的見到他都會害怕 真的脫了口罩在那裡咳 是啊 其實是啊 我自己都覺得 有時候在公共交通工具一聽 或者出街聽到一兩聲咳 其實那個人都會彈起的 這段時間敏感了很多 有朋友問 其實你有沒有說他們 或者理智自己 有沒有說執定行李 如果要去真的不幸地要去隔離 其實有沒有說執定酒佬袋那類的東西 這次又沒有 沒有 可能因為他們始終殺到危了 我跟他們隔了一條街坊 嗯 OK OK 好吧 那我這樣就先謝謝你 雖然是自己同事 暫時見不到的情況也很緊張 希望你那邊的情況安全 大家也繼續小心 好嗎 嗯 是啊 大家也小心 好吧 那暫時先 我們可能私下你的情況如何 我們再更新 我們現在暫時先收線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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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講到這裏 我們節目很長 今天很豐富的內容 也有很多人進來 我們稍後都要有很多追蹤 去回答很多不同類型的問題 其實我想看看疫情 其實已經差不多都成年了 嗯 令到我們其實生活中很多不方便 嗯 也都其實這樣說 我們希望其實一方面我們都提醒大家 就是緊貼這個資訊 其實就是我們機構 我想可能李里海印都會了 就是我們其實都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一邊一方面很希望 就是提醒大家其實疫情下 衛生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健康和衛生都一定是行第一的 嗯 其次就是我們都知道會 那個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無論是消毒啊 清潔啊 甚至乎食物方面其實都 大家可以幫幫忙都好像留意 其實可不可能在這些 各類的範疇裏面 嗯 減少一些積氣的廢物 因為其實這個我們都理解的 就是我們不可能一句好像說 剛才你提到貼地 我只是說要你帶餐盒 是很理想的一件事 但我們知道未必每個人都做到 但我們都很呼籲 很希望大家 譬如不一定是剛才說的玻璃餐盒 玻璃餐盒真的有點重 好重 那些有些摺物摺得起來 風琴色那些 輕的其實都是一些可以好的選擇 那我希望可以繼續 保持大家身體健康之餘 都留意一下不同的環保資訊 留意一下我們Facebook的資訊 留意一下他們海映的資訊 都知道我們繼續會有節目會發生的 最後我有一點點問題 都想問的 想問你 問問問Emma 如果我們將會設置一個有機會 一個叫香港抗疫博物館COVID-19 Museum 我們每人都放一樣東西進去 你覺得你會選擇放些甚麼進去 等等 在看的朋友 我們都邀請你 在留言裡想想 如果你想有些甚麼放進去 也可以想想在那裡打出來 讓我們知道 或者其實你覺得抗疫裡面 為甚麼有些真的好貼地的環保 怎知道 又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給了很多時間 Emma想 放些甚麼呢 我只可以放一樣 我可以放 好啊 好啊 可以 我想放一個是口罩套 OK 第二個就是搓手翼 我覺得這兩件事 應該是這一段時間 經常攜身的一件事 口罩套就是你隨時隨地吃東西 拿著夾著它 我又不會想花一張紙巾夾著口罩 我會選擇用口罩套 我覺得為甚麼呢 因為你夾完口罩後 那張紙巾又不能用 我就會選擇用口罩套 初手翼就是 任何時你都要戴在身上 所以我會選擇放這兩件事 最印象、最深、最提醒 是的 還有紀念著這件事 希望它可以快些成為過去 大家其實都有你的希望 我講問我 想放些甚麼 其實這段時間口罩的消耗真的不少 除了我們要小心處理用過的口罩 我想可能用過的每一款 我都留一個未開的 真的嗎 就放在… 好像一個時間廊一樣 保持著這件戰衣 當時曾經是 其實真的要提醒 事實上我自己也說這個 又說這個 就是戴了口罩之後 其他…以前我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當然是很放鬆 沒有那麼擔心 那些頭暈、生氣的情況是多 即所謂多可能會… 有些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今天好像不太舒服 有些喉嚨很快 特別乾 可能有些其他的細菌 病毒會打亂到我們 但有口罩保護著我們 其實我又覺得 染料的身體其實是拉勻好了 除了要做多些運動 吃得健康一點 練習慾佳 其實這個保持健康 說到尾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Touchwood 我真是在過去那一年 保持著戴口罩 除了之前年頭病完之外 到現在都未病過 所以這件事其實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凡事都有兩面 這樣我還有一點訊息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看一下有些朋友已經 很快就回應了 想放些甚麼進去抗疫博物館 有人問是呀是呀 如果有個博物館 有人說不同類型的手帶放進去 有人說不同顏色的口罩的拼畫 做藝術 這個是環保與藝術 不同款式的口罩套 用口罩套 面罩 用口罩 這個只是說用口罩套 這個我也照讀 他說是底底設計的Style的口罩 即是說明擺哪一隻 都是擺進去的 有人說擺行山鞋 有人說擺行山鞋 因為他經常行山 走到雙鞋都可能穿 行山都注意自己安全 和愛惜著環境 早前有很多新聞說到 行山上有很多東西 可能會留下很多垃圾 先賣一下關節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說說這件事 因為今天時間是第一次做到一小時 給一點點掌勢 我們很感謝今天 Ima 海印的嘉賓來和我們 渡過這一小時 很感謝很多朋友在網上給我們 feedback 更加重要的 其實由今集開始 到未來的幾集 我們要多謝行山銀行 贊助我們環保快樂 這個活動 現在我們將整件事 我今天玩得很開心 謝謝 大家聊得很愉快 遲些我們很快就宣佈下一集 有何時會出現 到時會再見 各位 和大家說聲晚安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早晚拜拜